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吕丽川 下面我们 加州正准备于下周开始 想有资格获得 州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纾困金的 加州居民 寄出第二轮600美元或1200美元支票 在疫情期间 加州先后批准了两轮纾困金支出法案 预计会有三分之二的加州人 收到补助支票 第一轮600美元的纾困金 仅限于年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的加州居民 以及没有资格获得联邦纾困金的非法移民 第二轮纾困金扩大了受众范围 2020年收入不超过75000美元的民众 且符合其他附带条件者 都有资格获得一次性600美元补助 第二轮纾困金的发放 同样是通过直接存款和邮寄支票两种形式 加州税务局已于8月27号开始 将钱打入符合条件的加州人银行账户 随后分批发放 每两周一次直接存款发放 大多数于10月31日前完成 9月份加州已发放了超过200万份补助 不过加州纳税人如果在9月1号之后 才提交报税表 预计要等45天直到报税表处理完毕 补助金才会入账 至于那些符合资格但没有提供银行账户的民众 加州税务局将从10月6号开始 寄出第二轮纾困金第一批支票 随后陆续发放至2020年年初 加州税务局将根据收件人优正编码 最后三位数分批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寄出支票 一经寄出民众通常需要三周左右才能收到 没有收到第一轮600美元纾困金的民众 或许符合获得第二轮纾困金资格 民族可登陆加州税务局官网获得更多细节 有资格获得600美元纾困金的民众 需符合如下所有条件 以提交2020年报税表 会于今年10月15号截止日完成报税 2020年调整后总收入不超过75000美元 有社会安全号和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其他条件还包括2020年一半以上时间居住在加州 且在纾困金祭出之日仍使加州居民 不可被其他纳税人申报为受抚养人 为方便民众追踪纾困金支票加州税务局 将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符合纾困金获得条件的加州居民 如果在申报税务45天后仍然没有收到纾困金 可以通过自电国税局1800-852-5711在线对话 或自信税务局查询 被称为金州纾困金的斥金计划 预计将使加州花费总计120亿美元 针对城县哈泉顿海滩附近海域的输油管漏油事件 加州第48区国会议员前城县监事会主席朴英中 先后致信总统拜登和州长纽申 请求白宫发布重大灾难声明 并为受到灾害影响的州、地方及个人和家庭 提供额外的联邦补助 据官方消息潜水员利用遥控车检查发现 泄露地点的输油管道被大幅拉弯破裂 灾害影响目前还在评估中 3日上午 朴元珠在给拜登的信中表示 漏油对我们的社区来说是毁灭性的 官员们发现一条约5.8英里长的石油带 从汉天顿海滩码头方向延伸到新港海滩 住在海岸线上的居民报告 海滩上有油污和强烈的气味 据报告海滩和海岸线上已经出现死鱼和死鸟 我非常担心泄露浮油对我们环境的影响 10月4日周一 朴元珠也给州长纽申写信 请求他一同向白宫发布重大灾难声明 这要对于加州的叙述恢复 以及对全加州人的援助支持是当务之急 发生事故的原油管道属于能源公司 Amplify Energy的子公司Bet-Afshu 据水星报报道 Amplify公司在加州外海运营的第三个 安装于1980年至1984年的石油平台 以及一条16英尺处的管道 将石油从平台输送到长滩市的路上存储设施 该公司已派出潜水员和水下遥控车进行检查 应对漏油事件统一的指挥部 周一发布消息表示 潜水员证实在离海岸4.5英里处 发现一条17.7英里长输油管道的大部分被移出原位 弯曲幅度高达105英尺 在弯曲顶端发现了13英寸的裂纹 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包裹着混凝土的16英寸钢管 像弓玄一样被拉动 几乎成了半圆形 这表明需要很大力量 才能使其移动和断裂 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 泄露的石油多达14万4千加仑 断裂处看到更多石油漏出 截至目前警卫队已经从水中回收了大约4788加仑原油 同时部署了11360英尺的蓝油网 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 他们已经安排直升飞机在海岸上空巡查情况 他们在继续沿海岸线进行评估 很多人已经看到有少量油出现在海滩上 如果继续看到石油上岸 海滩可能会持续关闭 受石油泄露影响的城县海滩 包括州属 县属和市属的海滩 整个城县海滩目前仍然大部分关闭 城县监事会周二批准了前一天发布的紧急声明 周一晚间 州长纽申已宣布城县进入紧急状态 在给州长的信中 朴延珠表示 拜托阿富修公司应对这场灾难负责任 该公司在周五股市收盘时走高 但在漏油事件后的周一 股价暴跌了约44% 世界上最大之一的港口运营商警告 全球供应链的瓶颈将持续两年时间 这些问题将导致货运运输成本上升 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近日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 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开始就处于危机之中 他预计这种情况将持续到2023年 苏莱姆带领的集团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运港口和货运码头运营商之一 他表示 中国在出现疫情时不断关闭港口 这导致世界上有很多制造商无法及时获得商品 甚至出现严重的拖延现象 因此他建议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不管是港口船舶还是仓库 当其中一个受到影响 随着延误的积累 很快会导致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 全球最大货柜集团马斯基 在9月中旬的一份更新声明中表示 这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海上航行 和运送货物的能力 上周代表卡车司机航运和航空工人的多个行业团体 也向联合国大会发出警告 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出现全球运输系统崩溃 9月15号在洛杉矶港每月例行会议上 洛杉矶港口执行董事塞罗卡提醒消费者 要提前为即将来临的假期购物计早做打算 美国玩具工业协会执行副总裁 德什蒙德也表示 由于货运拥堵危机 配销通路系统效率变低 劳动力短缺等多种原因 在接下来的购物高峰期间 可能会出现商品短缺或种类不全的情况 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拥堵情况 在过去数月中一直存在 还出现了上百艘船只被迫徘徊在附近海域 大量集装箱船无法按时卸货 根据南加州海市交易所的海运报告 截至10月5号早上7点 共有144艘拥挤在双港 包括有90艘集装箱船 其中63艘在茅地或漂泊区等待 27艘船在博位 海市交易所执行董事表示 这还不包括在圣地亚哥 旧金山或其他地方 这些只是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的总和 从海运系统的角度来说 专家表示目前港口的拥堵情况 并没有造成安全隐患 因为他们日常的工作 就是保持港口和船舶安全 可靠和无害环境 然而对于供应链而言 港口拥堵带来诸多严重挑战 货物没有像预期那样迅速到达 他应该去的地方 正常情况下停在茅地或漂泊区的船只数量 通常是17艘 但是现在却有88艘积压在港口 他还说对于集装箱船来说 现在有63艘在茅地或漂泊区 正常时候只有0到1艘 这意味着有62艘集装箱被拖慢了进度 9月底长滩举行了一次供应链峰会 主要目的是与联邦州及地方利益相关讨论 如何解决供应链瓶颈 航运拥堵价格飙升的现状 以上是国内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